中國事務委員會由院長 縣院長都說不會加入 徵詢過程當中好像有點受挫 中國事務都是涉及到重大 都涉及到要從方方面面來考慮 可見非常的不簡單 我們會從各方面跟各界多多溝通 我們知道面對中國真的是千秋萬事 不是吉隱一時 謝謝 中國剛剛在這次十八大的政治報告裡面說 要跟鄰國和平相處 但我們又一次看到他的動作跟他的講話 嚴刑矛盾 而也因為這樣周邊的國家 印度 菲律賓相關的國家都激烈的反制行動 連美國國務院都出來講護照上的圖案 不能影響 不會影響美國的立場 也希望周邊當事國都能夠和平 大家能夠平和的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我們看到的馬政府 卻是對這樣子台灣的主權被侵害 被國際造成誤會的可能的這個時候 沒有嚴正的站出來 沒有嚴肅的表述態度 沒有大聲的把台灣不屬於中國 中國這樣做是侵害台灣主權 破壞兩岸 負信給講清楚 我們認為非常不應該 今天中常會也通過 嚴正的要求 馬政府召開國際記者會 把事情講清楚 把台灣的聲音大聲的講出來 民進黨今天的決議 也會透過向國際發聲 來展現台灣我們在野的力量 也希望國際上認知 馬政府的作為 形成國際的誤會 在這個時候我們出來 希望力往狂難 但還是要求做國家的援手 應該保護國家的主權 這是第一要務 馬政府不能老是歸首 謝謝 謝謝 我們希望 中國在面對 兩岸事務交流的時候 不要一直 在符號裡面找答案 中國應該要更廣泛 更深刻的去理解 兩岸存在的差異 同時也只有在彼此尊重 平等互惠的原則之下 兩岸的交流才有意義 才可以更增進彼此的了解 更增進彼此未來發展的可能 謝謝各位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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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